新消息就在刚刚呢 卫福部稍早公布了 进口美猪内脏的瘦肉精容许量 除了肾脏肝脏是0.04ppb 也就是40ppb 0.04ppm 40ppb 其他胃肠心脏肺脏舌头等部位 是0.01ppm 也就是10ppb 其实一般民众平常爱吃的小吃 黑白切 里面就有这些猪肠猪舌等等的猪杂碎 他们早就已经开放美国进口了 而且还是台湾进口的大宗 虽然农委会强调 目前这些猪杂碎都是瘦肉精 零减出 然而未来进口猪杂碎的瘦肉精 容许之松绑之后呢 不少民众已经开始担心了 来 来到小吃摊 烫好的煮厂小菜端上桌准备食指大洞 但注意别以为美猪还没进来 这猪内脏有的可是来自美国 我那种的冷冻的食物没改吃 人家也好说 口径一致 台湾人只用台湾猪只不过 看看2018年台湾养猪统计手册资料 台湾进口的8.3万冷冻猪肉中 一万九千六百九十吨是生鲜冷冻冷藏猪杂碎 七千零七十吨被列为其他猪杂碎 其中又以美国进口最多 占了杂碎类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 所以说小菜吃得安心吗 财政部说猪杂碎早就可以进口 现象包含平常食用的猪肠猪筋猪胃等内脏 就算目前这些还是瘦肉已经零减出 但是不少民众开始对未来的食安感到担心 我可能这段时间都尽量不会去吃相关的东西 店家有没有能够贴出安心的告示或什么 确认一下来源 比如说日本它有定相关的部位 它是零点零四的PPM 那韩国是定零点零一的PPM 在其他的部位部分 那这个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 内脏毕竟属于瘦肉精残余的高风险部位 先不论把关是不是一定安全 该吃还不吃 后续问题就有待市场机制自行解决